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越国打败吴国以后 文仲和范里就选择了两条不同的路 文仲选择留在越国 而范里则选择去经商 范里离开越国的时候 曾经派人给文仲送了一封信 劝说文仲也赶紧离开 信中说 狡兔死 走狗烹 飞鸟尽 梁公草 离国破 谋尘亡 就是说 越王勾剑可以共化难 但是呢 不能共享乐 文仲觉得范里有些多心了 但是呢 他也开始放权了 戒便不再过问过失了 结果没有料到 越王勾剑以探病为由 留下了一把利剑 以此呢 来暗示文仲自杀 文仲呢 心寒不已 走投无路 只好是拔尖自吻了 我们说范里他是懂得功成名退的 不仅是保住了性命 还成为了五国四海有名的一个富商 被我们后世称为财神爷的鼻祖 而文仲呢 没有及时身退 最后落得杀身之祸 鬼谷先生呢 也是深爱这个道理的 因此在鬼谷子内建篇中说 若欲去之 因为语之 缓转因比 莫若所为 退为大义 就是说 在劝说君主的时候呢 言语一定要格外的灵活和周全 不要让君主看穿自己的真实想法 永远不要把自己的底牌主动的交出来 这样呢 才有可能保全自己 而文仲呢 不仅是没有及时的抽身 更要命的是 他曾经把自己的底牌全部亮出来了 给越王构建 构成了一个极大的威胁 这个呢 就是为人处事的一个大机会 在鬼谷子中则说 缘者所以何与 方者所以错事 转化者所以观计谋 接物者所以观进退之意 所谓缘呢 就是不断的变通 缘可以让我们在为人处事的时候 保持一个融洽的关系 所谓方呢 就是固定的规则和方法 方可以让我们在处理具体事情的时候呢 有一定的准则 懂得方缘之道 并且是能够灵活转化的人 可以通过计谋更好的为人处事 知道什么时候该进 什么时候该退 有时候我觉得执着并非一味良药 学会抽身和退位呢 可以让我们的人生路呢 走得更顺一点 张大中和李宁的事实退位 就是我们现代社会中懂得取舍进退的两个佳话 2007年国美电器收购了大中电器 很多人都觉得大中电器的创始人张大中成了输家 其实呢 并非如此 当时家电市场正在面临着转型和一个资源整合 张大中将拥有的固有资产两个亿的大中电器 卖到了36个亿 其实呢 他是赚到了 在时代转型的浪潮里 其实有时候根据市场信号迅速的断舍离 也是很大的智慧 和张大中相似的李宁也是一手创办了李宁体育用品公司 在创办初期呢 李宁利用自己的一个名人效应 迅速的提升了产品和企业的知名度 公司开始迈入了发展的正轨 但是名人效应不是永远都存在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李宁头上的明星光环开始淡化了 这个时候 李宁选择惠为大意 他不但把公司的领导权放手给了 更有经验的管理者 还让公司在宣传策略当中淡化了 对李宁个人的一个宣传 着重突出产品的品质 选择更有影响力的体育明星来做代言人 张大中和李宁的选择无疑是睿智的 所以呢 在生活当中 在工作当中 我们只有懂得割舍才会有所得到